你好 你好 你回來了? 對 因為記得我 記得了 你不能回來了嗎? 沒有回來 就只是放假回來這樣 然後順便 順便 帶他看牙醫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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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行了 馬上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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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桜 馬上揉了 馬上揉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Yuki 大家好 我是Yuki 這天K先生去上班了 我要帶柚子去我們之前 住在日本的時候 常去看的牙醫 一年多沒有回來這裡了 感覺很懷念 在哪裡啊 在這裡 從這裡出來 你想吃什麼 Sukia Negi Doro Don Negi Doro Don Negi Doro Don 可是我們昨天晚上不是有吃Sushi嗎 還是 還要吃 這裡就有 牙醫育約的時間是下午 我們先來吃中飯 這間Sukia 我以前有來拍過 OK 肉質最喜歡的 給他醬汁自己加喔 放在這裡吧 放在這裡然後這樣倒上去 你要芥末嗎 每次來Sukia 我依然都還是會點牛丼飯加生雞蛋 你要用湯匙還是要用筷子 自己拿 還是要先吃點菜 這是我最喜歡的牛丼吃法 先打生雞蛋 再加上滿滿的七味粉 再加一些紅薑 最後淋上生雞蛋 柚子每次來Sukia 它也都是指點鮪魚泥丼飯 嗯? 不燙熱 好吃 日本的牛丼飯真的很好吃 而且牛丼飯店裡面不只有牛丼飯 常常都還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套餐 重點是便宜又好吃 而且餐點也送得很快 吃完飯之後就帶柚子去以前舊家附近的公園 因為現在是放春假 通常下午的時候附近的同學都會去公園玩 而且之前我們有在這邊吃過你還記得嗎 以前柚子放假的時候下午也都會去公園跟同學一起玩 現在我們要穿過車站前面的商店街 這個商店街有很多的老店 之前我的影片也有拍過 你知道以前有看過我影片的人有沒有覺得也很懷念呢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懷念一下以前在東京的生活 這是一間很懷舊賣煎餅的店 旁邊也有一間在賣舊CD、DVD的店 柚子走得很快 因為他迫不及待想要回到以前舊家的公園去看一看 看看會不會遇到以前的同學在一起玩 我們之前也有吃過這一間的咖啡 就是很辣啊 你最後都沒有在吃啊 因為很辣 這裡開了一間新的花店兼咖啡廳 裝潢得很有氣氛 走在商店街裡面都會聽到 商店街放著很溫馨很放鬆的音樂 這一間是專門賣小孩子零食的店 柚子也很喜歡逛 不過他現在沒有興趣 他等不及想要去見同學 要到柚子的國小了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同學在公園玩 趁看牙醫之前還有一些時間柚子去公園玩 我也去附近逛一逛 這間醫用我也常常來 它是小型的超市 叫MyBasket 也是義用集團的 那這咖啡很熟悉 走這條路感覺又要回家了 最近有個小小的店 它是在賣那個番薯 烤番薯 還有很多番薯的點心 回到我們家了 這是這間牙醫 等一下又帶柚子過來看 看牙醫 我們在住在這裡的時候 常常都是來這裡看牙醫 還太早了 朋友還沒有來 要等嗎 因為現在太早了 大家都還在吃飯 這裡就是之前柚子常常跟同學玩的公園 它旁邊有一個兒童館 這個兒童館 是在日本的住家附近 都會有這個兒童館 是讓學生放假 還有下課的時候 都可以進去裡面玩 柚子在裡面看到同學了 進去的時候要登記 登記完之後 他就跟同學進去裡面玩了 這裡面都會有幾位管理的老師 兒童館裡面都會有小型的圖書室 還有玩球玩遊戲的地方 有點像政府提供的托兒的中心 到5點的時候可以過來接小孩 或是讓小孩自己回家 以前每次下課的時候 柚子都會在這裡玩到5點 然後自己走回來 因為離我們家很近 只要過個馬路就到了 剩柚子在兒童館玩的時候 我去附近逛一逛 等一下再帶柚子去看牙醫 進去這個商店街走一走 來回味一下我以前的生活 一切都還是這麼的熟悉 一些老店也都還在 這間懷舊的咖啡店 我之前也有來拍過 這間是中國人開的蔬菜水果店 我以前常常來這裡買菜 他們是從中國福建過來的 這間店是弟弟開的 弟弟的媳婦兒還有弟弟的姐姐 都在這間店幫忙 偶爾他媽媽也會過來 弟弟全家一家人 還有姐姐全家一家人 也都住在日本 因為都是講中文 所以我每次買菜的時候 都會跟弟弟的媳婦兒或是姐姐聊一下 因為他們年紀跟我差不多 而且又是從福建來的 所以口音跟我也很像 這是一間很有名的賣醃漬物的店 偶爾也會賣一些家常菜 這是另外一間比較大型的蔬菜水果店 每次帶柚子來看牙醫 他都會掙扎很久 這次是因為他新的牙齒已經長出來了 而且他上面的乳牙還沒有掉 所以醫生必須要把乳牙拔掉 因為這顆乳牙有擠在牙齦裡面 所以醫生建議還是要打麻醉比較好 每次他要打麻醉的時候 他都掙扎很久很久 這次他是左右兩邊都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明天還要再來一次 住在日本國中以下的小孩 只要爸媽有腳健保 看病跟看牙齒是不用錢的 但是我們現在住在國外 所以小孩子就是跟大人一樣 只要有腳健保的人 看病跟看牙齒就是負擔30%的醫藥費 這天有照X光片還有拔一顆乳牙 30%的醫藥費是日幣2600 隔天是拔了一顆乳牙 費用是1980 柚子現在看完牙醫了 我們現在去那個和果子去買糰子 柚子剛剛的同學跟他說 他搬走之後有一個轉學生來 他們搬上 然後跟柚子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是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兩個交換 就是他們兩個交換的意思 覺得好巧喔 現在有割引了 有割引了 串丹子一割引 串丹子一割引 進去吧 仁姐 還在還嗎 仁姐還在嗎 還在還在 有 你吃什麼 這個丹子 這個丹子 三食丹子 三食丹子一二 挑了三種丸子 都是我們三個人各自喜愛的 三種丹子一片 三種丹子一片 雁柚子一片 一片 請码柚子和桜子一片 一片 請 這種鑄仔區裡面的荷果子店 價錢都很親民 而且荷果子都是一些很基本 很人氣的種類 很喜歡看這些糰子 糕點 看著看著就覺得很療癒 生果子做得很精緻 顏色很繽紛 每個都粉粉的 走吧 走吧 我們從商店街回去 休店街的套路駕駛駛駛進去 牙齒還是痛啊 麻醉還沒消掉 對不對 還痛嗎 還痛嗎 沒問題 再等一下就好了 我們先回飯店好了 回飯店前要去蔬菜水果店買個橘子 等一下去買米糕 這幾天都很難 這幾天都沒有吃到水果 還記得這裡嗎 媽咪藏在這裡買 你要哪一個 這個嗎 看一下媽咪看一下 好 這個 這裡的水果還是都很便宜耶 蔬菜跟水果都還是很便宜 小蔬菜 嗨 你好 你好 你回來了 對 要記得我 記得了呀 哈哈哈哈 這是你兒子啊 對我兒子啊 我們帶他回來看牙醫 喔喔喔喔 拿一下錢 你不是回來了 沒有回來 就只是放假回來這樣 然後順便 順便 順便 帶他看牙醫 買好橘子了 很開心 老闆娘還記得我 回家前 柚子想去逛這裡的寵物店 這間寵物店也是感覺很有年代感了 有在賣兔子 有在賣金魚 還有小鳥 鷹哥 最貴的鷹哥 一直要一千五百八 啊老鼠 媽咪最怕了 他不是他比較像一般老鼠吧 他不像哈姆太郎 再次比較像一般老鼠 柚子一直很想要養寵物 因為我們的房子都是用租的 所以基本上都不可以養寵物 之前有想過要養哈姆太郎 可是我本身很蠻怕老鼠的 因為我覺得哈姆太郎 他也是老鼠的一種 什麼東西? 蠻可愛的 雖然剛看的時候很可愛 但是看久了 他還是老鼠 魚 魚 魚 這隻兔子多少錢? 一萬三千八 一萬三千八 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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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兔子 一萬五千八 有隔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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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因為台灣的阿嬤家有養兩隻貓 所以跟狗比起來的話 柚子比較喜歡貓咪 沒事 是女生 十七萬八 十七萬八 看不到 嗯哼 超 超 你九三萬 你九三萬 他是男的 工的 他是工的 他才兩個月而已耶 他是今年一月六號生的 他才兩個多月大耶 兩個 兩個 幾月二三四 二月三月 對啊兩個多月而已 快三個月 他已經被人家買走了 嗯哼 館子很像養貓 可是我們家裡不可以養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家 那房子每次都是不足的都不能養 嗯哼 可愛 可愛 還沒有消 所以就在便利商店買了晚餐回來 吃完晚餐之後再來吃這個團子 299日幣 然後柚子仙還是 牙齒的麻醉還沒有消掉 他等一下才要吃這個 咖哩烏龍麵 然後我買這個 香辣麻婆豆腐丼 這次回來發現現在日本的便利商店 店員已經不會再幫你加熱微波食物了 都是要自注視自己加熱 連買咖啡也是給你一個杯子自己去裝咖啡 這樣子也比較好 店員就不會這麼忙了 這個麻辣口味的麻婆豆腐 花椒味好香喔 先幫你攪一攪 它這個烏冬看起來好好吃 很Q的樣子 吃完了很下飯的麻婆豆腐丼之後 我要先來吃丸子了 這個是柚子選的三色丸子 這個是我要吃的櫻花餡的丸子 粉粉的很漂亮 這是K先生喜歡的草丸子加紅豆泥 開動了要來吃糰子了 這個櫻花糰子 淡淡的櫻花香 和果子店的糰子因為都是當天現做的 所以很新鮮 但是因為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賞味期限都是只有兩天 柚子麻醉退了可以吃烏龍麵了 好吃 這個咖哩烏龍麵看起來就是很好吃的樣子 這支影片也是三月底 柚子放春假的時候去日本的時候拍攝的 看到今天影片的內容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懷念呢 最後還是很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